中加关系持续恶化 未见好转的迹象 现在又传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 将在6月离任 恐怕将对两国关系造成另一次的冲击 中央社引述加拿大国家邮报报导 前加拿大驻中国大使赵普表示 从2017年开始就派驻加拿大的卢沙野 之后将被调往法国巴黎 他认为之后中方应该也会选择一位 立场强硬的新任外交官前往加拿大 外界对现任大使卢沙野或许并不陌生 在华为财务长孟晚舟于去年12月 在温哥华机场被逮捕之后 卢沙野配合官方的立场 发表过多次的强硬谈话 新岛日报报导 卢沙野一向敢言 不只曾经直接批评加拿大政府 要求中国释放两名加拿大人的要求 是西方中心论和白人优越论 还说美国和其他盟国 禁止华为参加5G建设的举动 是为了限制中国的成长 也是西方的傲慢表现 另外卢沙野对孟晚舟事件 也发表过多次评论 包括他近来在5月与多伦多参加中加关系 演讲活动时提到 两国目前的关系陷入双方建交数十年以来 最低的谷底 北京虽然对这个冰点感到悲伤 但他强调除非孟晚舟被释放 否则中加关系将难以修复 值得注意的是 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麦嘉莲 1月因为对孟晚舟案的失言 在总理特鲁多的要求下辞职 这个职缺到现在都还未递捕 现在又传出卢沙野将调职法国 新的人事命令也尚未派下来 换句话说 中加两国将处于皆无大使派驻的尴尬局面 势必将让两国的关系更加恶化 新闻时事报记者刘欣整理报道